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反而没有那么大的饥渴性对内容的需求 当然这一点我们也理解 毕竟很多在海外来关注中国节目的朋友们 往往对于中国的时政以及对于中国的政策变化具有更加浓厚的兴趣 对于一些科技教育方面的话题 大家是茶余饭后可以看一看 但是觉得始终不是我们的主菜 近期我们做了一个有关于台积电的一位首席科学家 对于中国和美国的科技发展的对比的研究的节目 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他不但是对于中国现在的科技水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也对于美国能否在科技竞争领域与中国这样保持先机地位 给出了非常悲观的评价 那么和美先生这要说到近期啊 另外一篇很值得我们讨论的文章 就是来自经济学人有关于中国已经成为了科学超级大国的这一篇文章 我们在六度解析栏中也为大家介绍到了 这篇文章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不仅仅是在我们叫做这个华人朋友圈里 在科学界有关于中国和美国的科技实力到底怎样对比 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 传统上认为那可能是中国的科学家们 他们发表论文质量比较低 那么呢所以他们可以发表很多 又说法呀 说是这个中国的科学家呢 往往他们是互相引用 有这样的一个互相引用的网络 因此呢他们的这个论文被引用的次数比较多 总而言之啊大家似乎都不太敢相信 真的中国可以成为一个科技的超级大国 经济学人这篇文章啊实际上就讲出了 至少是在硬科技的领域 中国其实并不比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落后 在一些领域啊甚至是有超越知识 其实科技形成的条件是什么呢 无非是人才资金再加上所谓的设备或者我们叫做设施 而现在呢这个人才上啊中美之间还可以较量 但是在资金和设施上面仅从政府投入这一点 中国已经不但不落后于美国 甚至是已经超过了 那么是不是在未来的某个时刻 当大家提起科技超级大国的时候 想到的首先不是美国而是中国 真的这样的未来可以存在吗 实际上这个话题啊 在我们的六都聊天室已经聊了好几年啊 在这个我的点点今天事的节目里面也讲了 我在几年以来一直强调一个观点 就是新的技术革命在我们这代人在八十年代 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一个梦 但是这个梦呢 主要是美国和西方主导的 第一 有创新的自由的这样一种环境 有这个特别的这些工业的基础都来自于这个欧美 已经达到了一种的科技的这样一种程度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想 见面就在聊一句话 中国与美国相比科技差多少元 有的人老的一派啊 差三十年 有人说不是 五十年 那么这些人并不是一个工人或者农民 或者是一般的大叔大妈讲的 我所谈的这些人 都是当时候毕业于一些理工科大学 文科就不用说了 甚至可以说是顶尖的这些学校 所以他们的这种见解 对我来讲 印象非常深 包括我后来要问了一些科学家 而且当时还做出了一个更悲观的一个论断 就是说什么呢 不是说相差三十年五十年 你按照中国的速度的追赶 人家是个加速度的发展 那我说按照你们这种说法 中国就永远追不上了 对吧 这样一种八十年代的普遍的这种见解和认知 一是延续到今天 无论是老年的科学家 中年的科学家 甚至包括一些年轻的在西方的科学家 一讲起中国的科技啊 就是抄袭 造假 假大空 低劣质这些事情 但是我就总是跟他们唱反对的意见 我跟他们唱反对的意见的主要是我对这个科学的发展 是不是跟一个自由的环境 我就这个前提基础 我就认为未必 未必 苏联的科技和当年的德国的科技 甚至包括英国本身的科技发展 并不是一个自由环境所造成的 而是一种需求所造成的 更重要的是尤其到了今天 如果大家还停留在一个孩子突然 一个苹果掉到他头上 或者说呢 一个在厨房 或者是在这个车库 大家最喜欢的是一个车库的神话 那种是一种发明啊 一种理论啊 确实有可能 我认识的一个人 他就是在一个朋友家的后院子 他就解决了一个世界很重要的难题 但是对于一个整体的科技产业来讲 我认为必要的条件不是这些东西 必要的条件有几个 第一 有强大的驱动力 强大的基础 要么像美国这样一种精英体系的为基础 要么就是强大的政府的投资 因为大科学不是小科学 不是发明 他根本就有很多东西 有可能就会失败 有可能就血本乌龟 有可能就是一个烂尾工程 只有政府 他才有真正的承受能力 第二 必须有一批庞大的这样一个科学家 工程师和最有丰富想象力的人 才能形成大科学 那这种概念是我从德国的科技的发明 尤其是从美国的科学的崛起 美国的科学的崛起 大多数都是被神话给取代了 实际上我们看一看1945年的那一场原子 所谓的曼罕顿的计划 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的科学家 工程师 官僚体系 甚至军队 甚至总统 所形成的一个强大的力量 而且又有政府在上面支撑 第三个就是 强大的市场的应用的吸引力和推动力 当这个科技的产品 如果只是放在五角大陆里面 比如说GPS也好 或者是网络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间装科技也好 第一 它的市场的驱动力 永远就是在消耗 而不是在产生利益 而冷战之后 美国之所以成为一个全世界 这么具有魅力的一个国家 它就是把它的科技产品 运营到了现实中间 这也不是好乐屋那些什么英雄剧的那些回照的一种英雄形象 回照剧的英雄形象 而是一个实在在的对人类的生活的改变 你就想一想 最近几十年来 美国的互联网 美国的GPS 美国的手机 对全世界 甚至包括美国的汽车文化 电动这些东西 影响有多大 这些多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市场已经给大科学奠定了一个 叫实施的一个空间 正是因为这三个的基础的一个认定 我发现中国是符合这个条件的 那符合这个条件 就是意味着它呢 有这个大科学的崛起的力量 所以 当这个上个星期我还是什么时候 我突然逛这个经济社人 我马上就跟你去说 哇!经济社人 这么说了 其实经济社人对我来讲 我并不惊讶 他只是从更多的严肃的专业的一些 数据来印证中国的科学的这样一个绝结 不像我这样的老门一拍 那么经济社人的这个判断是很清晰的 他有一些基本的要素 而这些基本的要素是具有不可增变性 如果具有一个增变性的话题 那就没什么意义了 经济社人发表了很多糟糕的文章 也制造了很多莫名其妙的 关于中国题材的封面 但是这篇文章 还是反映去经济社人 在这些乱七八糟的报道的中间 还是有不错的 是是是给这个经济学人可以说 先删了一巴掌 然后递了个胡萝卜 这一巴掌应该打得狠狠 因为经济社人发了太多的 关于中国的文章 大家特别总结过 关于中国的封面报道 最不全是错的 这都被证明 那我在来美国之前 经常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这个疑问 其实现在也没完全解开 就是为什么 美国人的数学这么差 但是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家 又都是美国的 美国人 就是到底怎么解释 那我们知道 这个美国人的数学差 是全世界出了名的 你要是到街上 你随便问一个美国人 51-27是多少 他多半上不给他计算器 他是不会算的 那我们也知道 在中国的小学时候 我们背这个惩罚表 我们背的是19乘以19的惩罚表 这个11乘以11等于121等等等等 据说在印度 他们背的是99乘以99的 在美国你随便问一个 美国的初中的孩子 久久惩罚表 可能都背不全 那这样的一种 对于数学的基础交易 我再猜一句话 猜一句话 抱歉抱歉 就是支援美国这么低劣的 这种医务教育 或者是这种中学教育小学 支援背一批 所谓的知识问题 这个是我们要说 就是说大家说 这个美国的低劣教育 往往指的是什么呢 公立教育 但是最好的 可以说中学 或者是最顶线的中学 是的 也是在美国 这就要设立另外一个问题 那到底怎么解释 我可以说啊 我在美国待的 这个十几年 现在几十年的这个时间里 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 和我见过的最笨的人 我们就说数学这个层次 都是美国人 那这到底是怎么解释呢 我大概能够想清楚一点 就是说美国整个 它这个基础教育特征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下不兜底 上不封底 你要是不行 没有人逼着你行 你要是行 你可以无限的行 所以在整个这个 这个跟大家说 我见过最好的 数学最好的 美国人是什么呢 从小老是发现 你这个孩子数学不错 于是呢 他几乎是在初中的时候 就有接触到了 美国顶尖的数学教授的机会 对 天才班 数学教授不是天才班 就是他自己去给这个教授写信 教授就回信了 他去看这个教授的教材 这块你好像说的不对 教授一看 这个地方我的确说的是不对 我现在已经把你的意见 发给编辑部了 他就会修正了 就会有这样的机会 后来啊 他非常顺利的得到了这些 很顶级的数学教授的推荐信 进了美国最好的数学研究院的 这个大学的数学系 那么可以说呢 一路就走得非常的顺利 但是同时啊 这个孩子呢 就我认识的这一位 这个数学天才啊 那基本是除了数学之外 什么都不会啊 这个物理也不行 化学也不行 生物也不行 那么走路 基本是没有办法看人的 他老是最担心的 不是说他哪一天 操劳过度 而他哪一天想着数学问题 过马路 没有看红灯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说 中国往往要求你在各个技能方面 你要有一个基本的底线啊 那么从小你数学不行 也得扶着你行 行到一定的层次 但是在美国没有这样的底线 导致你要不行 你可以一路不行下去 可以特别不行 但是你要是行 又有各种各样对你的支持 各种各样对你的资源 特别是美国高校这一种开放啊 你任何一个初中生和高中生 你要是真的是在这一方面有所造诣 就可以加入世界顶级的科研团 所以我们要去做一些学生 的研究的最新结果 这是我想明白的一点 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我们看到的美国城中的 这个个人的科学家 往往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研究的是小科学 不管是数学也好 还是这个理论物理也好 等等等等 往往是一个聪明人 就真的是可以支持一个学科的发展 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我问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MIT的一位数学系的博士 我说你这个你现在是读数学系的博士啊 你怎么看待现在这个这个数学研究的发展啊 他说我唯一的感受就是 太多的人读了数学系的博士 其实他们根本没必要读 为什么呢 因为全世界说需要的数学家可能就20个 现在可能全世界的这个数学博士生有2万个 那我们大部分人呢 都是他们他们叫做这个这个 叫做数学挖管工什么呢 就是说建筑大师啊 这个设计房子 设计房子之后他设计的非常好 怎么办呢 他不能给你亲自去修管道 那我们这些管道工啊 人家人家证明了定理 我们来证明这个这个推论一推论二推论三 推论三点一三点四三点五啊 这样就是相当于是 把这个别人搭好的建筑 我们继续天春架把天春架把 把整个这个大厦搭成 但在他们看来 他们其实是数学研究领域的工 这个我们叫做施工队啊 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学大师 这是美国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叫做研究的一个特点 但是真的到了比如说工程 真的到了很多比如说生物制药领域 那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 他并不需要精神的天才 并不需要小科学上的重大突破 并不需要那么几个天才撑起整座大厦 他需要的是什么呢 需要的是很多很多的高质量的施工队 来完成这个工程的建设 比如说生物医疗 比如说城市这个城市管理 比如说土木工程等等等等 而正是在这一些学科领域上 我们往往看到中国啊 可以是出现了非常非常精益的进步 需要合作需要基础知识这一方面 反而能够把地基打得更牢 当然了我们说刚才和民先生讲到的 市场也好啊 国家资金支持也好啊 政策支持也好啊 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这样的方面啊 那么当然了也有人说呀 说这个不同的学科之间 其实很难比较 那比如说我所在的这个经济学科 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整个发表文章的周期 是非常长的 你看到在MIT哈佛拿到终身的经济学 可能只发表了两篇文章 但是有一些领域 比如说计算机 那比如说一些工程领域 可能随随便愿一个本科生 在这个这个国际会议期刊上 就可以发表二三十篇文章 所以你说这个中国的科研成果 也多么的卓注 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在的这个领域啊 正好是这样的一些我们叫比较高产的啊 比较能够通过小的成果推动大的成果的这样的一些领域啊 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向大家提议 今天说了这么多 还是要着重为大家介绍 过去一周在六度解析栏目中 我们特别为大家介绍的几篇有关于中国科学科研发展的相关的文章 大科技和小科技之争到底指的是什么 习近平这次要推动新制生产力啊 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同时在人才的储备人才的引进 还有有关于中国高校的机制建设上都会出现新的举措 这些举措到底能不能生效呢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六度解析 在过去一周的相关文章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中国的太阳能产能过剩问题 这究竟是技术转型与市场力量的必然结果 还是如西方政客所言压制了他们的制造业 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建华表示 这是产业转型的结果 并且市场最终会自我调整 随着竞争激烈的光伏行业 当局将提供指导方针 避免低端产能重复建设 并强调市场经济中的供需平衡是相对的 失衡是常态 中国将巩固国内需求 维持光伏产业的稳定发展 在面对绿能贸易壁垒和电网整合瓶颈时 中国将不会放缓其去碳化进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六度解析 我是你们的制作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来自南华早报的文章 题为中国太阳能过剩产能是技术转型和市场力量的产物 能源官员表示 这篇文章于2024年6月21日发布 作者是几思琪 文章的焦点是中国在太阳能产业领域的过剩产能问题 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建华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一问题是产业转型和新技术实践的结果 张建华指出 中国光伏产业的上游主要由私营企业主导 竞争十分激烈 由于市场前景看好 许多企业选择扩大生产 与此同时 在技术转换期间 新旧生产类型共存 导致行业总产能上升 针对西方政界人士 关于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的批评 张建华强调 应该从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角度看待产能问题 他认为 供需平衡相对而论 不平衡往往是常态 张建华还提到 适度的供应过剩有助于推动行业的技术进步 降低生产成本 国家能源局的另一位官员 李创军补充道 中国光伏产业竞争激烈 未来将与相关部门合作 组织行业协会 即时发布行业规模 产能利用率和市场需求信息 避免重复建设低端产能 努力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面对不断增多的海外贸易壁垒 李创军表示 中国将巩固国内需求 将其视为光伏产业持续发展的压仓石 在中国加速绿色能源采纳的过程中 风能和太阳能的整合 对电网造成了巨大压力 为应对这一瓶颈问题 北京最近推出了一项新计划 允许在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风能 和太阳能的气风气光率达到10% 相比此前的5%有所放宽 分析人士认为 这一举措表明 中国不会让电网整合问题 在短期内放慢其去碳化进程的步伐 现在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 和评论这篇文章的主要背景 内容和观点 首先 从全球能源市场的角度来看 中国的太阳能过剩产能 是全球新能源转型的一部分 随着全球对清洁能源需求的增加 太阳能产业的快速扩张 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 这也导致了短期内供需不平衡的问题 中国选择通过市场机制 来调整这一问题 符合市场经济运作的规律 也是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回应 其次 从中国国内的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来看 光伏产业的过剩产能问题 并非完全是负面的 适度的过剩可以刺激技术进步 降低成本 使中国在全球光伏市场中保持竞争优势 中国政府通过发布行业指导意见 和加强行业协会的作用 以避免低端产能重复建设 显示了其引导行业健康发展的决心 再者 从国际贸易和外交的角度来看 西方国家对中国光伏产品的批评和贸易壁垒的设置 反映了全球能源竞争的加剧 中国通过巩固国内需求 增强市场 自我调整能力 展示了其应对外部压力的战略智慧 同时 这也提醒我们 全球能源市场是相互依存的 任何单一国家的政策变化 都会对全球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最后 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 中国在太阳能和风能方面的努力 显然是为了实现去碳化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 尽管技术 整合和电网压力是短期内的挑战 但通过政策调整和技术创新 中国有望在未来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 为全球环境保护做出更大贡献 总体而言 本文展现了中国在光伏产业领域 面临的复杂局面和多重挑战 同时也展示了其在技术 政策和市场方面采取的应对措施 通过深入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的太阳能过剩产能问题 不仅仅是供需不平衡的简单问题 而是全球新一轮能源转型中的一部分 是技术进步 市场机制和国际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六度解析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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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国家正在转向可再生能源 中国则在核能应用方面走在前列 从工业到农业 从医疗到环保 无所不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六度解析 我是你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来自南华早报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标志着中国在能源转型和低碳发展的新突破 文章由Coyley撰写 题为China's First Industrial Nuclear Powered Steam Generation Project Goes Online 描述了中国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启动的首个工业和能蒸汽发电项目 核汽一号 核汽一号项目由中国国有企业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CNNC建设 这一项目标志着中国在多样化利用核能和促进低碳能源转型方面 迈出了重要一步 项目通过一条23.3公里长的地上管道 每年可将480万吨蒸汽从田湾河电站输送到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 蒸汽的生成利用了田湾河电站两个涡轮系统的热源 核反应将循环冷却水转化为蒸汽 这些蒸汽则用于海水淡化厂煮沸水 随后生成的蒸汽通过管道输送到石化基地 为了确保安全 项目设置了多个辐射监测点 以实时检测蒸汽放射性 一旦检测到异常情况 项目将立即关闭 根据CNNC的说法 该项目为石化行业的绿色升级提供了新方案 预计每年可减少40万吨煤的使用 相当于减少107万吨二氧化碳 184吨二氧化硫和263吨氧化物的排放 换句话说 这相当于每年种植约2900公顷的树木 并为石化基地每年节约超过70万吨的碳排放配额 核汽一号项目的启动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工业工程 它体现了中国在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和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方面的坚定承诺 中国正在快速推进核能在各个领域的应用 包括工业 农业 医疗 环保和安全等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 早在2022年11月 中国在辽宁省红颜河启动了东北地区首个核能供暖示范项目 随后在浙江省海沿线开始运行第一个工业核能供热项目 这些项目表明 中国正在积极探索核能在不同应用场景下的潜力 分析这一项目的背景和影响 首先要了解中国的能源战略 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 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 尽管西方国家纷纷转向可再生能源 中国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径 通过核能实现低碳转型 这不仅是因为核能具有高能量密度和低碳排放的优势 还因为中国在核电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能力 从经济角度看 核能项目虽然前期投入巨大 但长期来看具有相对稳定的运营成本 而且可以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 增强能源自主性 这对于一个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尤为重要 从环境角度看 核能项目的最大优势在于其低碳排放特性 与传统的燃煤发电相比 核能可以显著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有害气体的排放 对于改善空气质量和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 核能的安全性问题也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为了保障安全 核七一号项目采取了严格的辐射监测和应急响应措施 这显示了中国在推进核能项目时对安全的高度重视 从社会角度看 核能项目的推进有助于推动相关技术和产业的发展 创造就业机会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同时 通过提供稳定的能源供应 核能项目还可以支持其他工业产业的发展 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同增效 总体而言 核七一号项目不仅是中国能源政策的一部分 也是全球能源转型的一部分 通过多样化利用核能 中国不仅在国内推进低碳转型 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技术路径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会继续关注中国及全球的能源发展趋势 并带来最新的分析和评论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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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来来西班红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CSRC宣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旨在提升上海科创版StarMarket的上市质量与投资吸引力 这些措施包括改革市场定价机制 支持企业并购 优化融资活动以及鼓励员工股票激励等 此外 还将推出更多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s和衍生品 如指数期货和期权 CSRC主席吴清强调 这些举措是为了推动科技创新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并实现习竞评主席提出的新生产力目标 吴清的发言还重申了对市场不当行为的严厉态度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今天的六度解析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来自南华早报的文章 文章由记者张士东和米亚卡斯塔尼奥共同撰写 详细介绍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CSRC 发布的一系列针对上海科技创新版及科创版的改革措施 接下来 我将为大家复述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并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和评论 文章指出 中国在周三公布了一系列详细措施 以提高上海科技创新版的投资吸引力 这是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 在上海金融论坛上发表讲话后不久发布的 吴清在讲话中强调将推动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 这次改革的措施包括八项内容 旨在提升初级市场定价机制 为科创版上市公司提供更多的并购支持 以及优化筹资活动以促进研发 此外 还将鼓励员工使用股票激励 并引入更多的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s和更多的衍生品如指数期货和期权 吴清在论坛上表示 这次改革是为了推动科技创新 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 并响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生产力倡议 此外 他还重申了对市场不当行为的强硬立场 表示将通过增加股东 回报和打击 欺诈性上市 及会计造假 恢复投资者信心 他还指出将与相关部门合作 创造有利条件 吸引更多中长期资本进入资本市场 并重点支持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 对核心技术的早期和更好的投资 以促进科技产业的良性金融循环 这是吴清自今年2月 出乎意料地被任命为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以来 首次在该论坛上亮相 吴的任命曾重新点燃了投资者的热情 导致中国股市在连续三年下跌后反弹 5月 外国投资者连续第四个月大量买入中国股票 吴清在讲话中还提到一些有利措施 包括限制新股供应 提高新上市公司的门槛 以及对上市申请人的现场检查更加严格 这次改革的背景之一是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疫情后的复苏阶段 仍面临诸多挑战 5月的数据显示 工业生产低于预期 房价下跌加速 虽然零售销售有所增长 但整体经济复苏仍不均衡 这一系列措施的推出 显然是为了提振市场信心 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特别是中长期投资者 从政策角度来看 这次改革的重要性 在于它不仅仅是 针对科创版的单一市场 而是试图通过一系列措施 提升整个资本市场的质量 吴庆提到的 初级市场定价机制改革盒 对并购的支持 旨在从根本上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 和市场的稳定性 这对于一个希望通过科技 自立自强的国家来说 至关重要 从历史背景来看 吴庆曾因在上世纪末关闭了 约20家破产券商 而被称为券商屠夫 他的这些经验和决断力 或许是中国证券市场改革 所需要的 他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任职经历 和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经验 也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市场 和政策背景 这些都使他成为推动这次 资本市场改革的合适人选 然而市场对这些改革措施的反应 却有些复杂 文章提到 科创版50指数 在改革措施发布后 下跌了0.7% 反映出投资者 对小型公司的担忧仍在 这说明 虽然政策导向积极 但市场情绪和信心的恢复 可能需要更多时间 和更多具体措施的落实 从国际视角来看 这次改革也反映了中国 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战略考量 科创版的设立和发展 是为了培育本土科技巨头 减少对美国技术的依赖 当前 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 这些改革措施 可以被视为中国在这一背景下的一种战略应对 除此之外 这次改革在具体措施上 也注重了对投资者的保护 吴庆提到将优先考虑监管 以减少金融风险和投资者的困境 这表明 监管机构正在努力在市场自由化和投资者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 这对于吸引更多的中长期投资者进入市场 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总的来说 这次改革措施的出台 有望增强上海科创版的市场吸引力 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 并进一步推动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自立自强 但与此同时 市场的反应表明 投资者对经济基本面低担忧仍需解决 政策的执行效果也需要时间来验证 未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和其他相关部门需要继续努力 以确保这些改革措施的顺利实施 并最终实现高质量的资本市场发展 感谢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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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工胜在上海的一次演讲 该行可能会开始在二级市场交易政府债券 这一举措可能会改变该行向经济注入资金和调控流动性的方式 此外 潘工胜还暗示了利率改革 考虑使用单一的短期利率来引导市场 并可能缩小市场利率波动的区间 这些改革将是自2014年引入中期借贷便利工具以来的最大变革 这些改变将逐步影响市场 旨在使中国的利率系统更加依赖市场力量 而非由当局决定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六度解析特别节目 我是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人民银行PBOC 近期提出的一项可能引发重大政策变革的新工具 这一消息来源于彭博社的一篇报道 文章详细介绍了PBOC行长潘工胜在上海的讲话内容 现在我们将对文章内容进行详细复述 并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入分析与评论 潘工胜在上海的一次讲话中透露 PBOC可能即将在二级市场上进行政府债券交易 这标志着央行政策工具箱中的一次重要变革 此举可能会重塑央行向经济注入流动性和调控流动性的方法 此外 潘工胜还提到了利率改革的可能性 暗示将使用一个单一的短期利率来引导市场 这可能减少现有的一年期政策利率 中期借贷便利MLF的重要性 潘海提到PBOC正在考虑缩小市场利率波动的利率走廊 以更清晰地传递政策目标 据澳新银行集团的中国高级策略师刑赵鹏称 这些变化可能是自2014年MLF引入以来最大的改革 当时MLF被引入是为了向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注入资金 邢海指出 这些变化需要时间并将在市场中逐渐产生影响 中国的利率系统需要更多的基于市场力量 而不是由当局决定 在潘工胜讲话期间 中国十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略微上升 随后回落最终收于2.24% 下降了两个基点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几乎没有变化 保持在7.28的水平 政府债券交易将为PBOC提供一种新的工具 被认为在管理流动性方面比当前工具更为有效 因为它影响到更广泛的市场参与者 这也将增强央行帮助政府筹集资金以支持经济的能力 尤其是在地方财政日益紧张 经济面临通缩和房地产业下滑的情况下 过去十年 PBOC主要通过降低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 来向经济注入资金 随着这一比率接近隐含的5%的最低水平 央行需要寻找新的工具 潘工胜指出 PBOC正在研究如何实施政府债券交易 并强调这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他试图打消外界关于央行将进行大规模刺激的看法 称包括政府债券买卖在内的工具并不意味着量化宽松 QE 尽管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在短期内不会实施QE 因为利率仍远高于领解政府债券 市场需求强劲 但PBOC引入主权债券交易的讨论 仍被认为是一个积极信号 BNY Melon的高级APEC策略师V Kunchung表示 不论是否实施QE PBOC的潜在参与可能改善市场流动性 接下来我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政策变革进行深入分析与评论 首先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 PBOC此举的背景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地方财政压力加剧以及房地产市场低迷 通过引入政府债券交易 央行可以更灵活地调节市场流动性 帮助政府筹集资金以支持投资和其他经济活动 这种新工具被认为在管理流动性方面 比现有工具更为有效 因为它能够影响到更广泛的市场参与者 从而有助于稳定经济增长 其次从货币政策的演变来看 PBOC正在逐步改革利率体系 使其更接近市场化 这种改革不仅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有效性 还能更好地反映市场供需状况 通过引入单一的短期利率 PBOC可以更直接地影响短期市场利率 从而实现更精准的货币政策调控 此外 缩小利率走廊的举措也值得关注 通过这种方式 PBOC可以更加明确地传递政策目标 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 这对稳定市场预期 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国际金融环境来看 潘公盛提到美元升值势头减弱 这为中国货币政策提供了更多空间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转向降息的背景下 中国也有望适度放松货币政策 以支持国内经济增长 这一背景下 PBOC的政策调整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 我们也要警惕潜在的金融风险 潘公盛提到要密切监测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债券投资 防范因持有大量中长期债券而面临的利率风险 他还提到要从硅谷银行倒闭事件中吸取教训 及时纠正金融市场中的风险机具 这显示了PBOC对金融稳定的高度重视 总结来看 PBOC正在探索新的政策工具 以应对当前经济和金融环境的挑战 通过引入政府债券交易改革利率体系 央行希望能够更灵活和有效地调节市场流动性 支持经济增长同时防范金融风险 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有效性 还能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六度解析特别节目将在未来继续关注PBOC的政策动向 为观众带来最新的分析与评论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欢迎讨论 A new way, fast-paced day History may in full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s strike and bold review Traditions hold but minds explore East meets west and knowledge draw Complex world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 demonstrates From the Great Wall to Shanghai Progress moves as kites fly high Tech and trade, it's all to play Future shines fire every day Great Dragon Roar, change the course Longering strong with mighty force New era, new way, fast-paced day History made in full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 strength and bold review Traditions hold but minds explore East meets west and knowledge draw Complex world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 strength and bold review Traditions hold but minds explore East meets west and knowledge draw Complex world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 never straits China's power never straits China's power never straits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将挑战大家的市场智慧 探讨香港股市在中国市场改革 与刺激措施下的大幅跃升 中国顶级股市监管者 吴清在上海的陆家嘴金融论坛上 揭示了科技板块的新改革措施 并承诺提高上市质量 这一消息使得香港股市 在三个多月来涨幅最大 恒生指数上涨2.9% 科技指数更是飙升3.7% 然而上海综合指数 却下降了0.4% 人工智能热潮也在推动市场 联想集团股价上涨9% 该公司被摩根市单利分析师 认为是亚洲AIPC热潮的主要受益者 同期 中国AI芯片制造商商汤科技股价 猛增6.7% 然而 市场仍存不确定性 特别是在科技板块的监管区延 和可能的退市压力下 即便如此 投资者对政策支持和经济刺激措施 仍然充满乐观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面临经济数据不稳的情况下 仍有望获得更多政策支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六度解析 我是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来自南华早报的文章 标题为香港股市飙升 投资者关注中国市场改革和刺激政策 在本文中 香港股市迎来了三个月以来的最大涨幅 受益于在上海举行的陆家嘴金融论坛上 宣布的一系列金融市场改革 恒生指数收盘时上涨了2.9% 达到18430.39点 这是自3月12日以来的最高点 科技指数也大涨3.7% 而上海综合指数则下跌了0.4% 中国证券市场的最高监管机构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 在陆家嘴金融论坛上 公布了一系列新的改革措施 旨在重塑科技板块市场及科创版 这些改革措施涵盖了承销 并购股票激励和交易等方面 旨在促进科技创新 这一消息进一步提振了市场情绪 加上华尔街前一晚的反弹 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 在人工智能热潮的推动下 达到了新的高峰 使得英伟达成为全球最具价值的公司 在香港股市中 人工智能相关的股票表现尤为突出 联想集团的股价飙升了9% 达到12.08港元 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指出 联想集团很有可能成为亚洲人工智能 个人电脑热潮的主要受益者 汇丰银行预测联想的 人工智能个人电脑渗透率将上升 并将其目标价从11.7港元 上调至13.5港元 中国人工智能 芯片制造商商汤科技的股价 也上涨了6.7% 达到1.43港元 香港的汽车制造商 吉利汽车股价上涨了3.9% 达到9.23港元 汇丰银行表示 吉利汽车上个月的销售情况 好于预期 得益于其强劲的电动汽车产品周期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龙湖集团 在其股东大会后 股价上涨了4% 达到12.02港元 公司表示 其整体债务水平稳步下降 得益于正向的净现金流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 这些改革措施 提升了市场透明度 和上市公司的质量 这对于吸引外资 进入中国市场 具有重要意义 银行专家Jason Chung指出 政策措施集中在保护投资者权益 和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这无疑会使外资 更有信心进入中国股市 这也是为什么香港股市 在改革消息公布后 迅速上涨的原因之一 我们还看到了 人工智能产业 对股市的巨大推动力 以联想集团为例 作为亚洲人工智能 个人电脑市场的主要受益者 其股票表现尤为抢眼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 不仅改变了科技板块的投资格局 也对传统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汇丰银行和摩根士丹利的分析报告 进一步强化了市场 对联想未来表现的预期 然而 科创版的下跌也提醒我们 并非所有市场参与者 对改革持乐观态度 投资者对强化监管的担忧 说明了市场依然存在不确定性 吴清在演讲中提到的退市压力 可能会对一些不符合新规的公司 产生负面影响 短期内可能会导致市场波动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 中国经济仍然面临多重挑战 尽管政府出台了多项支持政策 但近期经济数据依然表现疲软 曹蒙资产管理公司的陈丹尼尔指出 中国优先解决房地产低迷问题 旨在稳定经济 这表明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 持续关注和支持 但也说明了整体经济复苏的复杂性 和艰巨性 我们还关注到其他亚洲市场的表现 日本和韩国股市的上涨 说明了亚洲整体市场情绪的积极 而澳大利亚市场的下跌 则反映了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 随着各国央行政策和经济数据的变化 亚洲市场的表现可能会继续波动 综上所述 中国市场改革和刺激政策的宣布 对香港股市产生了积极影响 但同时也暴露了市场潜在的 不确定性和挑战 投资者在享受市场红利的同时 也需要警惕政策变化和经济环境的风险 我们可以预见 未来一段时间内 科技创新和政策支持 将继续成为市场的主要驱动力 感谢您收看六度解析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深度分析和最新动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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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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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今天的六度解析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度探讨中国与西方在新能源领域中 错综复杂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文章来源于南华早报 该报一直以其深度分析和权威报道而闻名 文章的作者是Me Anolamai Mate 发布时间为2024年6月19日 这篇文章报道了前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NDRC官员徐林的言论与见解 徐林在担任NDRC财政和金融事务负责人期间 深谙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她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 强调中国需要在新能源领域与西方展开对话 而不应急于采取报复性措施 徐林指出 中国新能源领域的产能过剩是竞争的自然结果 这不意味着中国故意输出过剩产能 而是由于服务国际市场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 她强调中国不应对西方的高关税采取对等反制措施 而是要与西方进行坦诚对话 她提到虽然中国新能源领域的产能过剩是事实 但这并非中国刻意为之 而是因为中国的产品在风能 太阳能设备 能源储存电池和电动汽车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从质量 创新和价格方面来看 中国产品有明显优势 这才引发了西方国家的反应 西方国家通过描述中国存在产能过剩和政府补贴来解释这种竞争压力 文章提到 在欧盟宣布对中国汽车制造商征收关税前 北京也进行了反制 对欧盟的猪肉启动了反倾销调查 与此同时 美国也在提升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 从25%增加到100% 这尽管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直接向美国出口的数量不多 但他们在进军欧洲和东南亚市场方面表现活跃 徐林认为 西方的高关税可能会加速中国清理产能过剩的过程 并对一些效率低下 竞争力弱的生产商形成生存压力 这将是逝者生存的过程 最终有助于中国新能源技术的创新和成本下降 徐林强调 地方政府在吸引创新企业时 往往通过补贴进行竞争 但这种做法可能导致产能扩张和在某种程度上的产能过剩 最终浪费公共资源 徐林还提到 中国需要设定红线来约束地方干部 避免过度竞争和更多的国际贸易争端 同时 他建议领先企业应更多地通过收购现有制造商 而不是增加新产能来扩展 在国际合作方面 徐林呼吁中国不仅要增加出口 还应将更多生产转移到东南亚 中东 欧洲和美国 以化解供应链安全问题并促进当地经济和就业 他还强调 中国应加快建设风电 光伏电站和储能设施 以帮助消化国内过剩产能 同时加速向碳中和的转型 徐林还提到 中美在绿色能源方面有着丰富的合作机会 包括提高城市建筑能效 在低碳技术和产品方面进行更多合作 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实现脱碳等 他提到 中美两国在绿色能源领域有建立稳定制度框架的潜力 但目前 这种合作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 从而阻碍了进展 接下来 让我们从六个角度来深入分析和评论这篇文章的主要背景 内容和观点 首先 从经济角度来看 中国的新能源行业近年来迅猛发展 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产能过剩问题不仅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也是各级政府推动产业发展的结果 地方政府通过补贴吸引企业 虽然促进了短期经济发展 但也导致了资源的浪费和产能的过剩 徐林提到的逝者生存过程 意味着将来只有那些具备强大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企业才能生存下来 这有助于增强中国新能源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其次 从国际贸易角度来看 西方对中国新能源产品的高关税政策反映了 全球市场竞争的加剧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高关税不仅增加了中国企业的出口成本 也迫使这些企业寻找新的市场和生产基地 徐林建议中国企业将生产转移到东南亚 中东 欧洲和美国 这不仅能有效规避关税壁垒 还能促进当地经济和就业 这种策略可以看作中国企业在全球布局中的一部分 有利于分散供应链风险 提高全球市场份额 第三 从外交角度来看 中美在绿色能源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 但受制于政治因素 徐林指出 中美两国在低碳技术 贸易 投资和科学研究方面 都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但目前这种合作受到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 中美两国需要建立稳定的制度框架 以促进绿色能源领域的合作 这不仅有助于两国经济的发展 也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 从政策角度来看 徐林强调中国需要设定红线来约束地方干部 避免过度竞争和更多的国际贸易争端 这一观点反映了中国在产业发展中的政策调整趋势 合理的政策引导不仅能促进产业的健康发展 也能减少国际贸易争端 提高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的信誉和影响力 徐林建议领先企业通过收购现有制造商 而非新增产能的方式扩展 这也是一种优化资源配置的策略 有助于提高产业集中度和竞争力 第五 从科技角度来看 徐林提到中国新能源产品在质量 创新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这反映了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中国在风能 太阳能设备 能源储存电池和电动汽车等领域的技术进步 不仅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求 也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未来 中国需要继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 以应对全球市场的竞争压力 最后 从环境角度来看 徐林强调中国应加快建设风电 光伏电站和储能设施 以帮助消化国内过剩产能 同时加速向碳中和的转型 这一观点反映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决心 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 中国不仅能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降低碳排放 还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力量 中国需要在国际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推动全球绿色能源技术的进步和应用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综上所述 徐林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思考和启示 中国在新能源领域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存 需要在国际贸易 外交政策 科技创新和环境保护等 多个方面进行统筹规划和协调发展 通过加强与西方国家的对话与合作 优化产业政策和资源配置 加快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新能源产业必将在全球市场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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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